哈喽大家好呀这里是七喜 正式服马上要上新的抽卡活动啦 这次抽卡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九次良的皮肤展开 也就是100抽必定获得九次良的新皮肤一个 而且该皮肤在2021年1月前无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取 同时本次100抽还有三次的概率up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抽呢 针对本次活动我给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是建议大部分玩家按兵不动 稳住手中的勾玉和蓝票 其次的话是九次良的iPhone 以及图件黑的比较多的玩家 可以考虑本次的抽卡活动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情况该抽本次的活动 以及为什么推荐大家按兵不动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加三连哦 果不其然 SP抽卡活动刚结束一周多 新的抽卡活动就紧跟其后 和之前SP登姐的套路一模一样 上一次是5月1号左右开的片票活动 然后5月20号就推出了新的SSR 凌路御前 这次也毫不例外 新世神他马上来袭 那这位新世神会是谁呢 七喜在这里猜测 这位新世神将会是 岩岛女神也就是音乐女神 锦纳罗 下面就给大家好好整理一下 锦纳罗相关的线索 首先是今年的鬼王之焰的剧情 原不雅和神略的路线 是前往岩岛进化云外镜的碎片 里面就有提及到这位岩岛的神灵 同时还曝光了一张岩岛的插画 从插画可以看出 一位全身发光的神灵 在暴风雨中迎接着曙光 请大家记住这位神灵的外形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 今年520官方曝光的新世神剪影 其中月字的世神剪影 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身边环绕着飞鸟 手上捧着类似琵琶的乐器 身上还缠绕着神灵的飘带 此时我们在进行详细的对比 发现许多元素都有着高度的重合 从插画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位世神也有飘带 身边也有飞鸟 可以大概率判定这位新世神 就是阎岛的神灵 也就是阎岛女神锦纳罗 很多小可爱会问 为什么叫他锦纳罗啊 其实从去年10月11日 官方发布的阴阳师公开课就有讲过 当时是集结了画手 对世神进行了不同的设计 其中就包含了锦纳罗 我们再来看看文案 可以发现文案和当前剪影的元素 也是高度重合的 这些大大的设计要么包含了飞鸟 要么就包含了琵琶 最后官方可能是结合了二者 以飞鸟加琵琶的元素呈现给大家 其次这些大大都有描述到 官方提供的文案故事里有讲到 在深渊中闪闪发光的锦纳罗 这个也和插画的风格很相似 在狂风暴雨中闪闪发光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基本判定这个剪影就是锦纳罗小姐姐啦 那为什么推测这次的新世神会是锦纳罗呢 在7月13日下午 官方发布微博为星区征集名字 大家都知道开心区就意味着新世神的到来 而这次的图标也直接明示了 大家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和新世神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的新区图标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鸟狙 而这个鸟狙的位置是在海中的 除了鸟狙之外 还有闪闪发光的飞鸟 以及若隐若现的飘带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吧 首先根据官方的CG 可以看得出 沿岛的鸟狙就是在海上的 再结合前面和大家分析锦纳罗的元素 说明接下来官方剧情走向 将围绕着沿岛展开 不出意外的话 7月22号将开启特要测试服 7月29号将开启新世神卡池 当然啦 这仅代表个人的预测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其实也是提醒大家 在本次骗票活动每日三行五升 如果是已经全图的大佬 建议还是不要抽这次的活动啦 乖乖的等星世神 虽说九次郎的皮肤在2021年1月前 无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取 但是之后可能会上架风资商店 所以也不用过于着急的去获取 那什么情况的玩家适合本次的活动呢 首先是九次郎的真爱粉 可以给九次郎买个新衣服 同时本次活动还适合那些图鉴缺的比较多的玩家 由于本次活动概率UP和上次的100抽 送随机SP世神活动性质不同 这里也没办法做很详细的推荐 如果你的图鉴还黑了一半或者是以上的玩家 就肆无忌惮地去抽吧 抽完之后记得及时回血 因为新世神将会在半个月之后降临平安京 大家可以多和好友换换太鼓什么的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最后希望各位图图鼠都能在7月份 迎娶新世神回家 同时也祝各位需要抽卡的小可爱 都能在本次活动抽到未收录世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